我们高兴地看到 近期外国游客来华 持续保持了高位的热度 中方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上半年 全国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 1463.5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152.7% 其中通过免签入境的 854.2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190.1%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 便利人员网络化的措施不断优化 外国游客说来就来 正在成为现实 最近我们还看到了 很多的外国游客拍摄的视频 这些沉浸式的随手拍 展现了中国发展的博博生机 在他们的镜头里 有北京亮马河夜间的灿烂灯火 也有上海街头的家常美食 有深圳印核的无人机外卖服务 也有赛博武汉充满科技感的光谷空轨 和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我们也看到有数据显示 86%有过来华旅行经历的外国游客 认为支付更便捷了 随时随地地扫一扫 成为很多外国朋友在华体验的新时尚 中方的主管部门预计 今年下半年 外国人来华热度还将持续升温 中国游的爆火 既源于中国的独特魅力 源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 和人民的热情友善 也是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结出的硕固 我们将继续以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 以自身的新发展 为世界带来新动力 让中外的交往更有活力 更加热络 欣赏美景 感受生活 分享机遇 共相合作 我们欢迎更多的各国朋友 来趟说走就走的中国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